欢迎收看美东新闻 印尼外交部今天通过了印尼公民保护机构 从约旦撤离了40名印尼公民和一名外国公民至阿曼 并且于今天下午抵达了国门 此次共有40名印尼公民和一名黎巴嫩的公民 从贝鲁特撤离至约旦的阿曼 随后分两批飞往印尼 并且于今天下午在抵达国门之后 撤离人员的中东地区警察 将他们移交给省政府 让他们返回各自的住所 明天下午前已有机会订阅 已有机会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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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时我们没有看见 但是很多人 都没有留在 Beirut 没有留在 Debanon 很多国类的国类 有机会订阅 有机会订阅 也有机会订阅 也有机会订阅 然后就会订阅 有机会订阅 有机会订阅